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的,我们继续来共同的修学 我们上一集讲到了 忍力成就,不计重苦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阿弥陀佛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成就了如此清净的 如此广大的功德 那这里面他又提到了 忍力成就,不计重苦 这里面讲了一个忍字 在我们很多人来说 一个忍字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在生活中,这个忍字不仅难做到 同时呢,很多时候 我们故意去忍的时候 让我们很难受 好比说面对着别人的诽谤 面对着别人的侮辱 面对着别人对我们的逼脑 诽谤,打骂等等 我们去忍我们内心是苦的 所以很多人在修行这个忍辱的时候 他会觉得 为什么我要去这样做 为什么这个修行的过程 是如此的痛苦 其实啊,这种忍 并不代表我们要内心痛苦 这是一种慈悲心的自然流露的一种表现 有慈悲心就能达到佛果 心就能够柔软 当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内心修得很柔软的时候 我们能够自然而然的达到一种忍 而这种忍呢 是我们自愿达到的 并不是我们内心处于一种很苦的境界当中 所以这个是佛弟子在修学 与生活当中 实际遇到的情况 一种矛盾的碰撞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一直讲说经典上告诉我们要忍辱 要忍 可是事实上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去忍的时候 这个过程很难受 那归根究底 这个矛盾产生的原因在哪里呢 就在于我们的内心不够慈悲广大 我们内心有慈悲 但是这个慈悲还太小 我们的心还不够柔软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从憋屈这方面入手 不是说我们一直在生活当中 要去活得很憋屈 不应该从这里入手 很多的这个修行人 很多的学佛者 都是下功夫用错了地方 好比说吧 生活当中与别人发生口角 或者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时候 他说好了 我忍啊 嘴上说忍 心里面不服气 心里面自己呢 生起了很多怨恨 很多称心 虽然嘴上不说 但是自己的内心呢 如火烧 如油煎一般 所以说我们用功的重点 应该是使自己的内心变得柔软 应该是让自己的慈悲心更加扩大 应该用在这个方面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 菩萨修行 有人 人有两种 一种叫生人 一种叫伐人 什么叫生人呢 生代表的是众生 就是一切有缘分的众生 一切与我有缘分的众生 那么 有的对我们很恭敬 那有一些与我们有缘 同样有缘分的众生呢 他们对我们不恭敬 反而呢 对我们去诽谤 辱骂都有可能 好比说我在这里直播 有的人很尊敬我 啊 余雷老师 我又来学习了 可是有的人不愿意尊敬 有的人会来骂你 啊 会来搞你的事情 那这都是与我有缘的众生 不管是来赞叹我的 还是来辱骂我的 这二种众生 看起来是不一样 但实则都与我有缘 我们生活当中就应该做这样的想法 对我们好的人与我们有缘 对我们坏的人其实也是与我们有缘分的 那对这些我们要能够有 要能够忍 为什么你只能接受赞叹呢 为什么你只能接受别人夸 而不能接受别人对你的批评呢 如果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团体 他只能接受别人说他好 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 不能接受别人说他不好 那就只能说明这个人或者这个团体还不够好 因为足够好的人一定可以接纳不同的声音 一定可以接纳赞叹的和悔骂的 你好比说明星 一个大明星 作为一个明星而言 那他吃了这碗饭 有那么多人喜欢你追捧你 那么你能接受了大家对你的喜爱 为什么不能接受有人不喜欢你呢 你一定要能够接受 不喜欢你的人 他既然知道你了 认识你了 来诽谤你了 怎么样啊 那他也是与你有缘的人 没有缘分 他怎么会知道你呢 他怎么会跑过来辱骂你呢 就像我们有很多人 说我这个见鬼了 我这个遇到灵异事件了 你也不用觉得他是鬼 他也是与你有缘的众生 你与他没缘分 他想挠乱你 他也挠乱不到你 所以说 生忍就是什么呀 一切众生 我们都应该对他们生起一种忍 这种忍是什么呀 是慈悲心 是欢喜心 是包容心 既然我与他有缘 我们佛教徒应该相信三世英国 应该深信三世英国 他为什么来骂我呀 可能我们过去是我欠过他的 可能我欠了他二两银子 没还给他 所以这一世啊 他遇到我了 他就想找我麻烦 你得这么想嘛 所以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你得想过去是可能我就骂过他 可能我呀 把他骂的呀 把他骂的在某一世 把他骂的无地自容 所以这一世他有机会找到我的 就把我好一顿骂 我们想债还给你了 你骂了吗 你骂了之后 怎么样啊 我把这个债还给你了 咱俩这笔账怎么样啊 这回算是了了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 当别人辱骂我们的时候 诽谤我们的时候 找我们麻烦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起称恨心的 好比我们看 咱们这个 大家咱们有这个粉丝群 咱们有这个 鱼雷贯尔家的粉丝群 我看粉丝群里面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有的人有这样的看法 有的人有那样的看法 那我们大家尽量包容 有的时候管理员呢 是本着 能够让大家 不受伤害的角度 本着保护大家的角度 告诉大家 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发 有些东西尽量不要发 怕引起别人的恼乱 怕引起别人的恼乱 怕引起别人的不理解 所以大家就得有这种包容心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大包容心 尤其是咱们一家人 咱们这个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 七一之前 然后彭卓拉姆告诉我说 有很多人把这个群都解散了 问我是不是咱们的群也解散呢 我说我们的群不用解散 我们的群为什么不用解散呢 告诉大家 我们的群是什么群呢 是粉丝群 什么粉丝呢 我是一个唱歌的 我是一个唱歌的歌者 缠乐歌者 我是唱歌的 你们来到我这个群里边 我是个 是我的 这个唱歌的一个歌手的粉丝 我们这个群有什么好解散的呢 对不对 我们不用解散这个群 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群里面 这是干嘛的呀 我是一个唱歌的 这一个唱歌的 唱歌的有一些粉丝 所以我们叫粉丝群 我们既不是搞法会的群 我们也不是搞其他东西的群 是这个意思 大家要明白 我们为什么叫粉丝 起门就叫粉丝群 早就想过这样的相关问题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要对这些 恼乱我们的人 诽谤我们的人 我们要能够忍 要以一种平等心去对待他 尤其是这种冤家对头 逼迫你的 诽谤你的 辱骂你的 这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一拳 你打我一拳 我还你一脚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那不行 所以说怎么样啊 遇到了诽谤我们的人 我们得想啊 这是我们过去是欠过他的 再一个呀 可能是大菩萨来考验我们来了 要来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了 所以我们得生这种悲悯之心 但注意 这种悲悯之心 对于我们这个 在我们当今社会生活的人 它是有一个底线的 注意啊 这个慈悲心是要有智慧的 是要有底线的 并不是说 你来杀我 那我要把给你杀 你要你要伤害我的妈妈 那我把妈妈推到你面前来 来你伤害吧 你要伤害我的妻子 来吧 我的妻子在这了 给你 你慢慢你慢用吧 那不行 那你这个叫傻瓜 你这不叫慈悲心 我们以前就讲过这个问题 这种慈悲心 这种心量 是要有智慧 有底线的 你要伤害我 那你伤害我 没关系 那我要看你伤害我 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要说你要伤害我 对我来讲 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我不会理你 你要伤害我 你要阻止我去做佛事 你要阻止我传播智慧 那我肯定要阻止你了 为什么呀 你现在正在给自己埋下 无量地狱之音 我得阻止你 所以大家说了 说你不让我 你不让我直播 你不让我讲 那我就不播了 你这就不对了 你这样你就成全了他的这种恶念想 你把他的这种恶念成全了 既阻碍了你的慧根 也给他自己造下了无量地狱之音 好比说他要伤害你的家人 伤害你的亲人们 那就不行 所以我们得阻止他 所以这种慈悲呀 不是毫无底线的慈悲 好比说你在网上骂我一句 你骂了就骂了嘛 又能怎么样呢 你骂的如果不是事实 说的与我无关 你骂的如果是事实 那我积极改正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这种事情 对于我们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脑害 我们生活当中遇到脑害 你要认真的去分析这个事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 才是利益更多的人 才是利益他 就哪怕对这个人来说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菩萨 你看那个济公 那个周星驰眼 那个济公 说这个实事恶人 这个人做恶人 做了十辈子 怎么样啊 你改变不了他 所以你去念佛 你当和尚 不当 打到你当 真的要把他打到当和尚 那真是把他度化了 可是普通的凡夫不觉得 普通的凡夫会觉得 你怎么说你打我是为了我好呢 就像父母要管教小朋友 小朋友永远不明白 父母说 我打你是为你好 小朋友是理解不了的 普通凡夫他也理解不了 可是菩萨知道 做什么 才是真正能够利益到这位众生 或者说 如何做才能真正的利益到更多的众生 那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学习阿弥陀佛的这种忍力成就 阿弥陀佛的忍力成就 他不是无底线的 他不是没有 他不是毫无底线 毫无智慧的这种忍力 那么菩萨 菩萨行 修的这种 这个慈悲与智慧 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智慧在里面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忍力成就 不计众苦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什么叫不计众苦啊 不执着 不计较各种苦难 就是说 我宁愿受苦都可以 只要能够利益众生 我自己吃亏也好 我自己受苦也好 我受累也好 哪怕把我的身家性命都不失出来 都没关系 这个叫不计众苦 不计较各种各样的苦 在各种苦难当中 内心能够如如不动 那 内心呢 没有被外界所动 没有任何的疑惑 没有任何的后悔 这叫忍力成就 不计众苦 这是阿弥陀佛呀 在发出了四十八大院之后 具体实现 具体来去成就这个净土 所去具体做的事情 那我们每一个佛弟子 我们要成就我们的大院的时候 我们就跟阿弥陀佛学 就跟法藏比丘学 他是这么做的成就了 我们照这么做 一样能成就 多大的愿都能成就 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呀 少欲知足 这个很重要了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呀 这个人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这个烦恼痛苦啊 不知足 很多人呢 生活都已经很好了 仍然不知足 最后怎么样给自己带来祸事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 那么有钱了 住着大别墅啊 开着豪车 然后呢 还是不知足 最后怎么样啊 搞来搞去 把自己搞到监狱里面去了 我们也看到了啊 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当官的啊 搞的最后把自己因为贪欲无限 贪欲无限膨胀 最后怎么样啊 那把自己搞搞最后搞的什么都不是了啊 所以这个就是不知足 那么一教经中有这样一个事 说有这么一个比丘修行人 所有的修行人都应该要少欲 一旦他的欲望减少 他就不会去谄媚别人 你一多欲 你欲望一多就有所求 一有所求 苦难就来 所以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 很聪明 他讲了四个字叫无欲则刚 什么叫无欲则刚啊 我对任何人都无所求 我根本不求你们什么 你怎么跟我竞争啊 你好比说你做一个品牌 我就是无限的给予 你就像我给大家举例子 虽然这个例子可能不是特别恰当 但是呢我们用他来去试着去思考 什么叫无欲则刚 你们还记得当年这个这个这个 Uber优步刚刚这个打车软件 刚刚进入到我们中国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有快递打车 有滴滴打车啊 还有优步 这几个都在竞争 那竞争的情况下 怎么样抓用户啊 大撒钱啊 大家肯定是零元打车 一元打车啊 什么意思呀 竞争 最后谁赢了呢 谁撒的钱多 谁就赢了 那他这种 你看所有的人做企业啊 做生意都是想要要钱 想要钱 哎 这就是有所求 可是我为了要抓用户怎么样啊 当然这也是有所求 我只是比喻啊 我不要钱啊 我给钱 我砸出两百个亿来往外扔 你们怎么跟我竞争 你们都想挣钱 但是我不挣钱 我砸出两百个亿来给到大 给到给到大家 我不要钱 我既给司机补贴啊 我也给乘客补贴 最后怎么样 所有人都把都被他干掉了 那当然了 最后他要赚钱的 这也是有所求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我说不是很恰当 但是让大家能够去明白这一点 什么叫无欲则刚 好比说吧 当我们与一个人相处的时候 这个人比我们有钱 这个人比我们有权利 或者我们有事要求他 你在他面前就一定会表现的相对而言要低一点 可是如果我们对他并无所求 不管你是多有钱 你有钱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不管你多有权利 那我无所谓 我根本没有任何对你有所求的 我们就可以平等的 在一种平等的角度上相互交流 否则的话 你对对方有所求 你或者希望能够从对方那赚钱 或者能够希望从对方那得到什么资源 或者希望能够对方帮你办事的时候 你的与人对话的过程当中 自然而然比人矮一截 所以这叫无欲则刚 那么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 世间的所有人 有欲望就要有所求 我们就想要东西 一有内心一有所求 你就产生各种的苦 你就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 修行人一定要少欲 人道无求品质高 对健康最终要说的很好 这个人呢 他的这种欲望越来越低的时候 那他的品格一定高 他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不卑不亢 我不管你是多有钱的老板 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对你无所求 但是我也可以和你正常的交流 我记得我给很多小朋友讲课的时候 我们讲那个诸子之家格言的时候 讲到了这样两句话 叫做见富贵而生产荣者最可耻 欲贫穷而做交太者见莫慎 这是诸子之家格言里面说的 说见富贵而生产荣者最可耻 说你看人家有钱 马上就出了一个很产内的这样的姿态出来了 这样的人是非常可耻的 为什么呀 他为什么见到有钱的人就呈现一种产内呢 他想通过对方 他也想有钱 他对方对对方有所求 那么遇贫穷而做交太者见莫慎 什么意思呢 遇到贫穷的人 遇到贫苦的人 他就摆出一副娇慢的 骄傲的 傲慢的姿态 这样的人呢 他自己的人格才是最低贱的 这是诸子之家格言里面所讲的 然后当时给小朋友们讲的时候 有个小朋友就跟我举手 说老师 那么遇富贵而做产荣者 就见到人家有钱 就摆出产妹的姿态 那么可耻 那我以后长大以后 我要遇到有钱人 我就不搭理他 我说那倒也不对 你那个要叫矫枉过正 那你也不能去 他属于一种仇富的情绪了 那也不对 就是不是说 不是说要教你说遇到有钱的人 就不搭理他 而是说 不管你有钱 还是有钱 不管什么 我们可以自然而平等的交流 对 是一种不卑不亢的这样的态度 那遇到贫穷的人 那有人说了 那遇到贫穷的人 不要做出娇慢的姿态 那我们就要卑躬屈膝吗 那就也不对 那也叫交往过正 大家都是很自然的交流 大家都是很自然的交流 很平等的交流 因为你对对方并无所求 是在这种角度上造成的一种平等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有求则苦 少欲之人 那他的品格自然会高雅 自然会清高 但是这种清高 不能说是不能作为一种 自命清高 有的人觉得 反正我也见到过自命清高的人 自命清高的人 就是见到谁 他都瞧不起别人 那也不对 那是一种矫枉过正 你越有钱 我越瞧不起你 你越有学问 你地位越高 我就越瞧不起你 那就是变成了另一种的娇慢 另一种的傲慢 那也不对 所以我们讲谦卑 谦卑不是卑微 谦卑是一种不卑不亢 是一种对对方无所求的 这种少欲知足的这种状态 那么修行人要脱离烦恼 那么就应该知道知足 应该修学知足 知足就是什么呢 就是躺在地上 贫穷或者是富贵 他都可以安然之足 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说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当他一旦 总是想搞这种 总是对这个金钱 物质 总是要是有所求的时候 那他一定就不够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咱们说人类 对物质欲望的追求 是永无止境的 我们有一句成语叫什么呀 欲贺难填 说这个欲望啊 就像一个鸿沟 就像一个无底洞 你想把它填 永远填不满 你有人说这个 我们以前就举过例子 就说这个一个大学生 刚毕业 说一个月能赚三千五千 觉得很好了 可是他工作一段时间 发现三千五千远远不够用 你租房子 家吃饭 剩不下什么钱 后来慢慢的升值了 有了一定工作经验了 一个月挣一万 他说这个时候挺好的了 挣五千的时候 就想赚一万 结果赚了一万之后 他的欲望就增长了 为什么 他想买房子了 原来是租房子就知足了 现在月薪一万了 两万了 他觉得买房子 买房子远远不够 那我还得奔五万 等到有五万了之后 买了房子还得还房贷 又想买车了 买了车了之后 一看别人房子都比我的大 又想换更大的房子了 所以这个欲望啊 是永远填不满的 还有人把男女之间这样的欲望 比作喝盐水 说男女之间的这个事 这种欲望啊 你这种欲望越至胜 就像你想解决 你就喝盐水一样 这个盐水喝的越多 你就越渴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医角度 从中医角度上来讲啊 一个人性欲越旺盛 这个人的肾就越虚 肾就越亏 因为肾亏的时候 哎 他就要越想那个事 所以道家有个 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经满不思淫 说真正你这个肾比较强 是强壮的啊 真正你这个经满了 你就其实不太想这个事情 就反倒什么呢 稍越一往下亏虚的时候 反而越想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刚才说 这个欲喝难甜呢 包括食欲 包括性欲 包括对金钱 对物质 对各种东西的欲望 都是欲喝难甜 都像喝盐水一样 喝盐水怎么能真正的止渴呢 越喝盐水 你这个喉咙就越发干 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讲了 菩萨一定要知足 为什么呢 因为菩萨呀 他具备一切种智 一旦具备智慧的人 一旦智慧一提高 他就懂得知足了 为什么呢 他的心能够安住 安住于什么呢 安住于道 当我们的心能够安住于道的时候 我们就懂得知足了 所以懂得知足的人是非常幸福的 他至少在这个 在这个虚妄的这个世间当中啊 能够比别人活得更幸福一点 我见过很多知足常乐的人 当然他的生活中 并不代表说完全没有烦恼 他也有一定量的烦恼 但是相对而言 我们这是虚妄世间 但凡没有解脱 没有到极乐世界的 谁没有烦恼呢 都有烦恼 但他相对而言 一定比别人快乐 当然了 我们刚才说安住于道 那这是没解脱之前 解脱之后是什么呀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是最高的境界 但是呢 在没有修到那个佛陀的清净大涅槃之乐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安住于道 你要安住于前 你这个痛苦越来越多 你安住于色 你这个肾就越来越虚 所以对于我们各位来说 对我们追求这种 宗教也好 你是心灵成长也好 或者说我们内心的安然的人来讲 一定要安住于道 我们的内心只有安住在道法上 那怎么说呀 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有所收获 生命这个东西 你在这个世间的一切物质 下一世你都用不了 假设你没有到 你没有彻底解脱六道了 你来世还做人 你现在拥有的所有东西来世你都用不上 只有什么东西能跟你到来世啊 只有你的业 你要是没有脱离轮回 你只有业能跟你到未来 其他的所有物质的东西都跟不到你 所以真正的对于修行人来说 第一个积累福报 那才叫真正的在像在银行存钱一样 再一个呢 最终我们能够解脱这六道轮回 再不要再来这个轮回了 这叫少欲 我们少欲之族啊 像我们很多人呢 到处去攀缘 我看到有很多人啊 说实话我也接触不少 刚开始我接触社会 社会上的人接触的蛮多的 我是一种单纯的心跟人家接触 但实际上呢 我看很多人呢 跑到道场来也好啊 或者是来参加法事活动啊 到寺院里面呢 他们的心都不是正的 不是单纯的心 他是有所求的心 好比说吧 有人接触善知识 他想干嘛呀 他想来到寺院里面做生意 他想到寺院里面来做生意来的 有的人接触善知识啊 跑到这个寺院里面呢 想来找美女的 又想找帅哥的 有的是啊 就我遇到的就很多啊 说这个是什么王老板啊 那个是张老板啊 来到寺院了跟师父接触啊 也跟我接触啊 跟其他的居士接触 接出来接出去 人家是来干嘛的呀 人家不是来学佛的 或者说他内心当中 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坚定的信仰 他把这里当成了另一个生意场啊 他接交师父 接交善知识啊 接交这个同修居士 他接交这些人呢 是想来做生意的 他只想赚人民币的 这种人很多 有的人呢 一听说有什么法事活动了 他跑过来了啊 他要来看看哪个和尚长得帅啊 啊 这里边男居士里面有没有帅哥啊 啊 有没有身强力壮的呀 啊 有没有肌肉男呢 啊 有没有长得好看的呀 有一些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男的也是 来到这看哪个女的 你这个哪个那个这个信佛的女的长得漂亮啊 啊 有的是啊 你们不用笑 我看你们都在发笑的表情 你们不用笑 那 这种人还不少啊 为数还不少 我都见过不少啊 来到我们这个参加活动了啊 呃 参加还活动了 干嘛呀 然后问啊 那个那个人电话多少啊 啊 跑过来找对象的 当然了 大家是居士 找对象这个事啊 无可厚非 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你来到场啊 他是专门来撒吗 这个事的 那就不好 你如果说在这个道场 哎 有两个人心心相惜 认识了 哎 自然发展上男女朋友关系 我们也觉得这没什么 但是呢 说的是什么呀 说的是来的 他来自 他来的目的就不清静 这个才可怕 啊 这个就不好 你有的人啊 专门跑到寺院勾引和尚 这个我也知道啊 他专门就来 他专门啊 就跑过来 就是来干嘛 研究哪个 你看我们少林寺吧 我在少林寺待着 这少林寺练武术的多呀 啊 我们少林寺有三五三百五百 这个这个僧人啊 有有练武的 有很多练武的 那练武的 从早上天天早上起来练 那肯定身材都不错 都有肌肉 是不是啊 那就专门有这个啊 有这个女居士 也不一定是居士啊 哎 他跑到寺院来 他穿的本身穿的就很 就很妖艳啊 哎 他就是故意来的啊 他来就是来啥嘛啥嘛 来看一看啊 嗯 他不是来 第一不是来拜佛啊 第二不是来修学的 他就是来跑过来 想看一看哎 哪个长得好看呢 哪个这个这个比较这个肌肉大呀 哎 几个人跟他探讨啊 所以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呀 很多人因为内心有所求 这就这也是内心有所求啊 啊 这就是到处去攀源啊 那么当我们成为走到这个走行 菩萨行增长了菩萨行的智慧的时候 你就少欲知足啊 当然了 我在这里讲啊 这个呃 有有女居士 他暂时没有出家的想法 也想找一位学佛的男性啊 说在一起生活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 有的男性 拿自己学佛啊 也想找一个这个这个学佛的女居士在一起生活啊 成为伴侣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但这一定不是你来到场的目的啊 你来到场了 自然认识了啊 然后自然在一起了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呢 有很多人是专门来到场的目的 就是要来找对象的 他不是来来说要来修学的 那这个就不好啊 我不反对说学佛的男 这个青年男女说哎 借由这样的方式来认识 但是你不能是抱着这样的目的 而不是来修学的目的啊 那个就不好 那至于说这个 是专门跑过来勾引和尚的啊 那个就更就更不可以了 那肯定是呃 不能赞同的啊 我不能呃 这个这个支持的啊 所以这里面我们来看呢 对于菩萨来讲 忍力成就了 那么没有这种贪嗔痴三毒了 就不会有这种欲 这种这种强烈的 想要啊 有所求的这种心 不知足的这种心了 啊 接下来是三昧长计 智慧无碍 三昧就是正定啊 进入到这种 即一直长计啊 一直在这种正定的状态当中 其实有很多人打坐呀 都曾经体验到过定的这种境界 有很多人是有这 有过这种感受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 常住在这种感受当中啊 但是呢 法藏菩萨 他在几大节的修行过程当中 能够常住在这种正定当中 智慧无碍啊 那智慧 什么叫智慧呀 我们说智慧 就是我们经常说 本性当中圆满无碍的智慧 智慧具体通过什么来表达呢 智慧就是一种观照的能力 真正的智慧通过什么表达呀 通过观照的能力 通过辩才无碍来表达 无有虚伪产区之心 那么达到了这种境界 没有虚伪的心 没有谄媚的心 处处都是正直的 处处都是诚实的 我们看这个六祖谈经里面讲 执心是道场 只有正直的心才能开发出智慧来 充满了虚伪的 狡诈的啊 这个害人的心 那严重阻碍 智慧的开发 严重阻碍 佛性慈悲心的开发 所以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为什么智慧生不起来呢 就是因为呀 总是内心不能够正直 总是一切都想为我着想 他没有一种大公无私的 一种正直的 一种诚实的心 我们很多人呢 都觉得自己是善良的人 可是撒谎是诚信的 说假话是很多的 我们当代人的口业造的是最多的 很简单啊 而且大家也不觉得这个事有问题 你很简单呢 好比说吧 啊 我这个啊 其实他还没出门呢 跟朋友约的啊 八点到 早上八点要到一个地方约好了 其实没出门呢 人家都到了 打电话 在哪呢 哦 我马上就到了 马上就到了 这个就是口业 这个就是一种虚伪 那对于我们佛弟子来讲 我们应该尽量不要犯这种口业 尽量不要去做这种 说假话的这种行为 善意的谎言呢 那你要看你这个善意的谎言 是对你善意还是对别人善意 你是怎么叫善意 那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你好比说吧 你的同事啊 你的一个朋友啊 他的老公出轨了 他跑你知道了 你这事你是知道的 他跑过来问你 我老公是不是出轨了 你明明知道啊 但你说不知道 为什么呀 你不想让他受伤害啊 你也不想卷入他们的家庭纷争 或者说啊 你也不想去啊 让他因为这个事情啊 影响到更大的东西 那产生更大的因果 至少这个事不应该由你来来操作 那你完全可以闭口不答 你可以闭口不答 所以我们要看所谓的善意的谎言 要看你的善意是对自己的 还是对对方的 还是对更多众生的 那你好比说吧 我之前有病的时候 那我没有告诉大家 那有的人跑过来问我 像妙音呢 谁呀 跑过来问 老师你怎么了 又不直播了 也不干嘛了 我说我最近在闭关 那你说我这个事属于是一种撒谎吗 其实也不是 我确实是属于是在闭关 我只是没有把这个完整的啊 完整的这个事情都说出来 那我有几种考虑 第一个是大家要担心啊 第二个呢 我也不想让大家搞什么水滴愁啊 我也不是希望大家要 要要给我拿点钱呢 我也不希望大家要要做这样的事情啊 第一个大家担心担心呢 其实大家也帮不上什么忙 而且呢 我呢 通过这种啊 比如说 也确实属于是一种闭关 那也不希望大家能够太担心啊 也不希望啊 大家说有的人说 于老师是不是需要用钱呢 啊 至看病要不要用钱呢 我们给捐点啊 等等的呢 我也不希望大家搞这些事情 那我怎么说呢 那我又不能撒谎 那我只能告诉他 我最近在闭关 那现在这个事情过去了 我可以跟大家讲 那这是一种方便语 但是你也不能撒谎 为什么呢 我确实属于处于一种闭关的状态啊 所以这也不是撒谎 那么这就是我们去讲这个所谓的方便语的时候 我们要去去去考虑啊 我如何能去讲这样的话 既不是撒谎 又能够把把这样的事情啊 能够圆满的啊 去去去回答出来 那就是要看智慧的了 所以对我们大家来说 应该正直 把这种正直的心啊 不要有那种什么弯弯绕啊 察言观色呀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呀 说实话 对于很多人来讲 处于这个社会的那种大火大染缸当中啊 啊 有的人就已经被染的呀 成了变色龙 那就其实都已经失去了自己本来正直的心 那他真正的智慧 哎 他是没有办法啊 生发出来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法藏菩萨说了啊 没有这种远离这种谄媚 远离这种弯曲的心啊 远离这种产曲的心 那什么心呢 应该有什么心呢 应该有平等心 应该有正直心 接下来他还要和言爱语 先意诚问 那法藏菩萨 他是成就了一种柔顺千下的德行 因为他的内心离开了这种怨恨 离开了各种烦恼 离开了各种称慧 所以呢 他的面相就柔和 你看这个有的人呢 内心充满仇恨的人 他看起来就很凶 有的人内心哪 这一辈子过得不顺哪 他这个看起来这个脸呢 就一副苦瓜脸 一副苦相 有的人呢 你看虽然他有鱼尾纹 但是呢 你能看得出 他是总是一种欢喜的 说明他很高兴活的 至少前半生活的 还算是挺喜悦的 那我们说 这个人呢 内心柔软 时间久了 那他这个面相看起来也是柔和 好看不好看 那是另外一说 但至少让人看起来有一种柔和感 让人看起来是柔顺的 是柔和的 那至少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 像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整形美女 看起来好看吗 好像是挺好看的 但是呢 给感受不到一种柔和 感受不到一种亲和力 或者说太力了 就是给人感觉第一个有距离感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感觉 对 怪 因为什么呀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 为什么怪呀 就这些 这些整容的整形的人呢 他这个整形啊 是一种 上瘾 我有认识 有认识的人 他就说一开始就觉得 我好像别人劝他 说你是不是这个 这个鼻梁制 可以打一点玻尿酸呢 他就打了一点 打完了之后 看看觉得下巴又不好了 还想打打下巴 打完下巴又说额头不行了 又想舔舔额头 所以呢 他这个就越搞 他这种变化吧 他本来是一点一点变化的 他一点一点变化的 但是他呢 总看这又不对 那又不对 于是他就额头越来越鼓 下巴越来越尖 这种变化呢 他自己也是潜移默化 是一点一点变的 可是对于别人来讲 好比说一年没见到他的人 突然一见他 他这个变化就太大了 然后这个下巴越来越尖 这个额头越来越鼓 又填苹果鸡又干嘛的 鼓了弄来弄去 最后啊 把自己搞得 很贵 看起来呀 要不怎么说整容整形的人呢 都往一个方向发展 最后都变成菜鸣 说这个女明星 说女明星整容的终极是菜鸣 那个额头啊 苹果鸡啊 特别碰 然后这个下巴特别尖 然后这个拉皮拉的特别紧 结果都都 都整向一个方向啊 那可不就是吗 我们中国人啊 好像一个审美对美女的审美 就是大眼镜 刮子脸啊 啊 等等等等 大家都明白 结果都往那个方向整 所以这就是什么呀 这其实啊 你只能从外向上去拉 你只能从外表上好像去改变 这不是内心的东西 所以真正的美 你看这个人 80岁了啊 你看男老师90多岁的时候 啊 他的他的满脸都是皱纹 头发也是白的 这个这个身体也是 也是这样勾搂的 但是你坐在他身边 你去跟他聊天的时候 如沐春风 啊 我们跟男老师交流的时候 你说他老不老 90多岁了 看着是老的 啊 确实是老的 但是你跟他交流如沐春风 你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的这种自然衰老的状态 你都接受不了 那是你自己的身体呀 你你为什么会接受不了呢 当然了 我们日常确实需要一定一定程度的保养 好比我们说擦点护肤品啊 我们这个磨点眼霜啊 这都很正常 但是你想通过这种外力去改变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面容 其实不如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这种光华和这种气质能够更吸引人 那法藏菩萨就是这样 他能够随顺众生啊 他能够这种现出一种柔和言爱语 不仅这个面容看起来柔顺 同时呢 爱语 什么叫爱语呢 能够说说话让人家觉得很重听 很受用 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很多人呢 都是不会讲话 把这个事情啊 把自己很多人生当中很多事情给搞坏了 为什么呀 事是好事 心是好心 就是嘴巴不会说话 说话确实是要讲技巧的 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在社会当中我们与人接触 我们说话确实是要注意 你这个你好像没有伤害对方的意思 但实际上说话就是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所以我们是要讲求说话之道的 同样一个事情 你是好心 也是好事 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说呢 你好比说吧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好比说吧 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他有两个女儿 其实他内心很想要个男孩 当然了 我们中国人确实有很多 有这个传统的观念 觉得想要个儿子 那有很多人 他跟别人喝酒吃饭 这个人就专门讲他两个女儿的事 然后就专门讲自己儿子的事 人家对方心里面就不舒服 你要跟他办事 你就办不成 你们相不相信这一点 如果说你想求人家办事 这个人有两个女儿 你这个饭桌上说话 聊天 吃饭 你一直提他的女儿的事情 一直提自己儿子的事 你这个事情就办不成 为什么 心里面不舒适 觉得你在点他 觉得你在讽刺他 这就是说话的问题 最后你这个事没办成 你还不知道为了什么 你可能没有讽刺他的心 但是他就是不舒服了 他就是感受到了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讲这个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当年的时候 他要办生日 他要过生日 那个时候 这个民众非常劳苦啊 民间呢 很多人吃不上饭的 这个国家很穷啊 但他要大办他的生日 这个慈禧太后就说 我的生日要大操大办 那为什么要不办 不办我的生日不办 外国人能瞧得起我吗 外国人瞧不起我 就瞧不起我们大清啊 所以必须风风光光的啊 那那用的都是民之民高 用的都是都是国库里的钱 结果李鸿章 他要搞水师 他要搞他要他要搞什么 北洋水师啊 他要搞这个搞这个船 他没有钱用了 没有钱用得找慈禧啊 他找慈禧跟慈禧聊天 你们要是看过一个电视剧 叫走向共和 你们就知道啊 这个慈禧这个李鸿章啊 就跟他讲说 我们办外资银行 然后我就有钱了 我就能搞我这个军队 他给慈禧太后 他给他弄一杯咖啡 他说呀 太后啊 这个咖啡呀 是外国人的玩意儿 哎我喝了还不错 你你你品一品 慈禧太后喝了一口说 哇太苦了 不行 哎看起来是喝咖啡 实际不是 李鸿章给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呀 是说呀 这个外国人的东西啊 你看起来有的时候啊 一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 实际上那品呢 还是很好的 说我们引用这个 引用外国的这种银行 引用外资进来给我们办银行 这是好事 你慈禧说这是苦的 不同意 不同意他搞这个 搞这个东西 李鸿章继续来 告诉说 哎 说这样 我给你加上啊 我们中国的这个东西 完了一对 哎 加上我们中国的牛奶呀 哎 再加上这么一点其他的东西 你你再品一品 然后一边给他泡这个咖啡 一边给他讲 说什么呀 说外国人的东西啊 你看起来不好 那没关系啊 我我们合资啊 哎 我们跟他合资啊 我们中国 我们这边出一部分钱 外国人出一部分钱 看起来我们好像吃亏了 实际上呢 我们把外资引进来了 哎 把他的这个好的东西 好的经验也学过来了 实际呢 把外国的钱呢 还控制在我们这儿呢 实际上看起来不好 实际上还是件好事 所以太后您再品一品这个咖啡 是不是这样跟我们中国东西 搅合搅合 一搅合 你看看这个味道可能就好了 慈禧这个时候又品了一口 其实啊 他还是很很欣赏李鸿章的这个办事能力的 但是李鸿章接下来说了一句话 刺痛了慈禧的心窝子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李鸿章说了 说你看呢 这个翁童 翁童和呀 有个翁童和当时 翁童和就管着户部的钱 这个翁童和呀 管着这个钱 他就不给李鸿章 他跟李鸿章 他们两个人有矛盾 他不把钱给李鸿章 所以李鸿章怎么办呢 就自己想办法搞钱 他自己想办法搞钱呢 那他就跟他讲了 他这个 他给这个慈禧出这个合资银行的这个事情 其实那慈禧是赞同这件事的 同时也很赞赏李鸿章这个人 但是翁童和不放钱 而且李鸿章跟翁童和两个人有矛盾 李鸿章想借这个机会 还参上翁童和一本 所以呢 他在讲这个事 一看慈禧的眉头好像舒展开了 于是马上又多讲一句话 说户部啊 这个银子啊 又总是乱花 我们现在搞北洋舰队呀 确实也是缺银子 所以说呢 我们搞这个银行 既能够学习他外国的经验 又能够把这个北洋水师 又能够搞起来 所以您尝一尝太后 您尝一尝 这个调和过后的这个咖啡 您再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这个就是李鸿章说错的一句话 为什么呀 他说户部这翁童和呀 他说他乱花钱 他说他的钱没有花到正地方 那他近期 钱花的最大的一笔银子是什么呢 就是慈禧的生日 所以说这李鸿章啊 他就这一句话说错了 其实他前面铺垫的这些都很好 他这个事本来是能办成的 他这一句话说户部老是乱花钱 这一句话 把这个慈禧的心窝子彻底给刺痛了 慈禧又尝了一口 把这个东西往桌上一放 呸 这还是苦的 好了 得了 这个事啊 他就办不成了 这个办不成的原因是什么呀 跟咖啡没关系 跟其他的政治因素也没关系 就是因为他这一句话 这里面我们就知道了 这一这个咱们在这个社会上 与人沟通 与人接触 与人交流 说话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这个法藏菩萨 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啊 说话这种爱与随顺众生 说众生想说的想听的话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在社会上不懂得讲话的技巧 那他这个生活人生一定是要倒霉的 你得随顺众生 说别人爱听的话 说别人想听的话 你想教化他人 你想度化众生 你更得懂得别人爱听什么话 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 在咱们中国人喜欢在饭局上聊事情 喜欢以吃饭作为办事的一个基础 我有的时候在深圳也好 在哪也好 我有时候也会参加一些饭局 参加饭局的时候 你就得知道今天是有哪些人在 这些人谁跟谁之间有什么关系 他们之间是想想办成什么事 你就不能怎么样 你就不能够随便乱讲话 不到你说话的时候 你不能乱说话 不是你的这个 不是说执心事到场 执心事到场 但是你做人这个世间法上 是有一定的方便法门的 你执心事到场 不代表你随便可以讲话 就像你这个名字叫执语 执心是你内心平直 以平常心 以正直心对待一切众生 那不代表你可以随便说话 你心里想的这句话 我们实际可以更有技巧的把它说出来 这个就是出世间法和世间法 当中产生的这么一个调和 那需要用什么调和 需要用智慧来调和 好比说吧 假设有这么一个企业家 我们希望他可以出点钱 去让他出钱干什么呀 做利益众生 利益佛法的事情 你直接跟他讲 来吧 出点钱吧 他想凭什么给你出钱呢 可是你要用另一种方法呢 你说你积极福报 现在我们这么多人需要帮助 第一个给自己积德 积福报 你给他讲一些因果的故事 你给他讲他爱听的这些事情 你这个事情就更容易办成 那对于我们 对于很多善知识来讲 对于大菩萨来讲 度化众生最重要 所以就会爱与 那四设法有慈悲 爱与力行同事 那爱与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想一想 你这个哪怕就是坏的人 这个人很不好 你也能够从他身上找到闪光点 那我接触过几个人 你好比男老师 男老师你看他讲话 他就一直赞叹别人 不管是谁来了 哪怕这个人不怎么样 他也是赞叹他 哎呀你好啊好啊 哎呀你太厉害了 你很你很棒 男老师都是一直赞叹别人 当然了 他赞叹别人赞叹的多 批评别人也是批评的狠 他批评人也是狠狠 但是他批评是什么呀 他要去批评人的时候 一定是找到了他的真正问题所在 给你个当头棒喝 让你能够感悟的 也不是什么人他都批评的 是批评那种能接受批评的人 根本不能接受批评的人 那他从来不去批评 那还有谁啊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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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性方丈 你看我在少林寺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人都来拜会他 他见他见到不同的人 他能跟你聊各行各业的东西 你华为的董事长来了 他能跟他聊手机 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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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搞搞搞林业建设的 他能跟你聊这个植树 给你聊环保的东西 聊文物局的人来了 他能跟你聊文物保护的话题 他什么东西都能跟人家聊 他不是与人沟通的时候 只聊我感兴趣的话题 好比说吧 我们有很多人都都犯这个毛病 与人沟通的时候 只聊自己感兴趣的 那别人感兴趣的 他不想听 他也不想聊 可是真正的能够度化别人 你就说有最坏的人 他也有赏光点 你可以赞叹他嘛 你一赞叹他 他也爱听你说话 反过来呢 你上来一盆冷水 把人家讲的一无是处 人家就生烦恼了 你怎么能叫化得了他呢 所以香板子底下出祖师 那香板子底下出祖师 那是得能接受香板子教导的人 有的人一打香板子就跑了 他就不接受教化了 就像你看有那个初中生 有的孩子 你打他 你踢他 你扇他两眼光 你都不一定能管得了他 可是有的小孩你说都说不得 你还敢碰他 你说他 他回头跳楼自杀都有可能 他心里很脆弱 人和人不一样 真正的大菩萨 他能找到对方的点在哪里 他知道对方的问题在哪里 他能够让对方彻底的射受他 那通过什么呀 通过爱语 这种爱语啊 是一种智慧 你看有的人就非常懂得说话的智慧 有了这种说话的智慧 他能够在很多事情上游刃有余 能够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我们也得学习 先意诚问 那什么叫先意诚问呢 这个先意诚问 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最最讲究的一点 就是任何事情请教父母 先请求父母的同意 那我们中国古代人是很讲孝道精神的 这种孝道精神呢 后来到了一种什么无孔不入 什么事情你都要先请教父母 先请求父母的同意 其实后来佛法传入中国之后 要想出家 所有的中国的这个僧众 想要出家之前 一定要先求得父母同意 我们当代呢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执行的是不是严格 但是在古代 所有的人想要出家 必须要征得父母同意 父母不同意的情况下 你的师父是不会给你剃度的 那在这里呢 这个法藏菩萨 法藏比丘 他把一切众生看成是自己的父母 然后呢 把一切众生理解为自己的父母 有什么事情 就恭敬一切众生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或者我们来这个学什么呀 学一种降伏自我内心的这种娇慢 降伏共高我慢 众生最难降伏的是什么呀 一个是言喻 一个就是我慢 那就是这个我见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好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对 所有人都觉得都是以自我为出发 以自我的角度去看世界的 那这种共高我慢 是很难以去除的 可是法藏比丘呢 他就做到了 他把一切众生当成我父我母一般 去成事 勇猛精进 致怨无倦 修行的过程当中 精进不已 升起大勇猛心 致怨无倦 没有任何的疲倦感 纵使身之诸苦中 如是怨心 永不退 哪怕我深入阿比地狱 那我的四十八大愿 这个净土我一定要成就 哪怕我不断的重复地狱的痛苦 哪怕这个众生液进 众生烦恼进 我也要用这种真诚心 要把净土给他成就了 那我们很多人 咱们在座的各位 修学佛法 有的时候经常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我们还是得跟法藏菩萨学 当然不是批评各位 我自己有时候也犯这种懒惰心 咱们就是互相激励 咱们大家共同的勉励 勉励什么呀 不能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有了一个目标 有了一个志向 必须坚定不移的精进下去 六波罗密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精进 有了愿行 有了善知识的引导 有了目标了 那我们得去做呀 不能光停留在这个口头上 很多人都是 你这个余老师一提醒了 我就 我就能坚持两天 一没提醒 我就 我就不想做了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本物学堂 每个月都有打卡 一开始头三个月 还有点小礼物 还有小礼物支撑着 大家还都能做一做 一看 也不给 也不送小礼物了 我就不去打卡了 其实这就是什么呀 你不能老靠我给你小礼物 我这个小礼物肯定是有限的 我能送三个月 能送六个月 我能送一年 能送两年 我不能 我不能永远送你下去 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能靠我给你送小礼物 给你送过去的 你一定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这种精进不倦的心 你也不能靠一种内心 贪求小礼物的心 到达极乐世界 你到达极乐世界的最后 你欠我那么多小礼物 你说我要没去 我叔叔给你拽下来 让你还我这些小礼物 开玩笑 送给大家的 从来没想要过还 只是开个玩笑 你不能靠我送你小礼物去 就这个意思 这是玩笑话 但是呢 就是跟大家讲 不能靠这种贪求心 你不能老靠别人 在你后面 一直抽鞭子 还是自己得有这种精进心 专求清白之法 以惠力群生 什么是清白之法呢 就是大乘佛法 大乘之 大乘佛法是纯一无杂的 这里给起个名叫清白之法 然后干嘛呀 修学大乘佛法 来广力众生 要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啊 学习佛法要干嘛呀 最后还是要度化众生来用的 恭敬三宝 奉仕师长 那这个就很重要了 作为学佛者来说 三宝是我们的信仰 归一之处 佛法僧 我们念佛念法念僧 这就是三宝 那么为什么叫宝啊 宝就是稀有难遇 庄严无垢 奉仕师长 那我们学习佛法 一定都得有老师 老师嘛 传道授业解惑 老师的功能就是传道 什么叫传道啊 把这个法能够解释给你听 能够让你听明白了 能够让你彻底理解了 或者是我平时从来没读过 但是呢 因为相信这位老师 这位老师一讲 老师一讲 我就学到了 你看我们很多人 在座的很多人 有的人没学过 维摩结经 没学过地藏经 没读过金刚经 没读过无量寿经 没有好好的读过 阿弥陀经 但是呢 一来到这个直播间 觉得这个鱼雷 鱼老师好像还不错 然后就跟着听 以前没读过 现在就学了 一本一本经典 跟着我们慢慢的都学了 这就叫传道 你能够有老师给你讲 能够让给有老师帮助你去理解 这就叫传道 第二个就是授业 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讲授业 就是教授你 教给你一个谋生的技能 好比我们说上这个技校 有的人 有的现在有人上中专 上技校 修学一种技能 或者学剪头 学美发 学美容 学这个挖掘机 这都叫授业 这个业指的是什么呀 谋生技能 但是呢 你要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 从这个道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授业是什么呀 不是让你造业 是让你消业 教给各位消业的方法 授给你这种消业的业 做什么事情 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各种业障 还有什么呀 解惑 有什么问题 能够问老师 能够让这个老师 这个给我们解答 当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一些疑问的时候 有疑惑的时候 那去问谁呢 只能问善知识 问正知正见的善知识 所以老师的功能 法师的功能是干嘛呀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要有寺院呢 为什么要有僧人呢 为什么要有善知识呢 就干这三件事的 传道授业解惑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我能够以这种直播的方式 第一个传道 授业嘛 在传道的过程当中 在咱们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 就给大家授业 教给大家消业的方法 然后每次讲完课 我们还有答疑的时间 那就是干嘛呢 解惑 能够让大家很多的迷惑 很多的问题得到解决 这就是传道授业解惑 我们目前 我目前在通过直播 做这么一件事 只要我们这个直播能做的情况下 我愿意一生都做这 可不止这一生 一生哪够 可能还得再来几生 当然了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早点 逼我先到那边去 你们都先到极乐世界去 你们都先赶紧过去 希望我们的各种直播 各种讲课能够帮助到大家 你们都先过去 我在这边再讲几回 再讲个几辈子 然后我随后就到 你们现在觉得一辈子 两辈子 三辈子 五辈子 你们就觉得时间挺长的 实际你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再回头一看 往地球上一看的时候 你说 余老师可能在那 再待两天就过来了 实际时间是很短的了 因为那个时候 你的寿命是无量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法藏菩萨专门奉事师长 这个奉事师长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佛教是讲什么 讲的是师道 老师最大 佛陀就是我们的根本老师 要不怎么叫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呢 就是佛教就是师道 我们看过 有那个老法师也讲过 佛教就是讲 最讲的就是一种尊师重道 谁是老师 谁最大 谁是老师 谁上座 你们去看 有那个老法师讲的 我觉得讲的特别好 讲的特别对 为什么呀 他不是说你是 你是留什么发型的 只能留这个发型的 这个这个这个 在上面讲 不是这样的 是什么样子呀 是 善知识 讲老师 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呀 是老师 那观音菩萨呀 大士智菩萨呀 这些个各位菩萨们 是我们的菩萨 罗汉都是我们的学长 所以你看佛教 讲教师父 徒弟 弟子 师父 又像老师 又像父亲 是讲这个 可是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 要讲这个 有至高无上的神 一般说上帝那个 他就不叫上帝是神 所有其他的人都是信徒 那不一样的 佛教讲叫什么呀 讲是老师 所以佛教 从根本意义上来讲 是什么呀 是师道 是一种教育 它不是宗教 从根本意义上来讲 佛教不是宗教 只是以宗教的方式 在进行传播 实际上来讲 它是一种教育 所以必须怎么样 奉事师长 在这里呢 法藏比丘 特意提出了 奉事师长这个问题 因为只有奉事师长 你才能够从老师 那里真正的修学到智慧 然后才能够 发出这个大愿 他的老师 他就有老师 他讲这些话 都是汇报给自己的老师的 然后怎么样 他有老师 他才最后发出了这48大愿 发了48大愿 有老师的教导 然后才能够怎么样 通过菩萨行 来圆满这个大愿 这就叫什么呀 具足重行 所以佛道就是师道 而这个师道 是能够令佛法传承的 一个根本原因 在古代的时候 更古早一些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 这个印刷术的 没有纸张 没有那个什么的 靠老师口口相传 那个经文 经典很少的 你想那个贝叶经 多稀有 来到中国了 我们中国的竹简 你这个佛经 一卷子一卷子的 我们说实话 你背一竹篓子 可能也就是 一本金刚经 五千多个字 你就得背上好几框 所以真正能得到 这种书的人很少 那就得靠老师 口口相传 天天背吧 你说来这 哪有老师先给你讲 先不会给你讲的 天天上早店 上晚店 先把这些东西 都给我背下来 你现在寺院住上三年 上早店 上晚店 把什么金刚经 棱眼睛 大背肉 棱眼睛 这些经典 你先背一遍 老师跟他唱 你就跟着唱 都唱下来 都背下来了 然后再考虑 你能不能学的问题 你在这待三年了 你就发心出家了 这个时候 老师才有可能 慢慢的给你讲点课 不是上来就给你讲课的 上来给你讲 你也记不住 你也听不懂 所以怎么样 所以都是先背下来 我们现在因为太方便了 手机 电脑 一早 经文到处都有 其实 真说将来 我们要搞一个什么经舍 大家能够在这边住着 有很多人 你们能够 真正 包括生活方面 都能够有 确定安顿的话 你们都可以来住 你来这住的人 真不是天天给你讲课 讲课 是一周一次到两次的 你平时你得把它都给背下来 你真不背下来 讲到哪里 还要再回去翻书 那不行的 我们在男老师那听课的时候 说实话 我每天晚上 在那跟男老师听课 我都瞪大眼睛 我是全神贯注听老师讲话 我全神贯注听老师讲话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讲话 男老师讲话有口音 有地方口音 所以我必须全神贯注 我但凡分点心 他有一些话就听不清楚 就听不懂了 所以那不行 还有什么呢 男老师讲话 我讲的内容 我必须要思索 有的人拿笔记本电脑坐在那里 跟他敲字 有的人拿笔 跟他做笔记 说实话 我以前上课 就上其他的课 上大学的时候 我也不喜欢做笔记 我喜欢学习这个东西 我喜欢把它记在脑子里 你一做笔记写字的功夫 或者你在拿笔记本电脑打字的功夫 你记的是刚才老师讲过的 但是你在记的时候 老师同时还在讲 老师现在讲的内容 你就容易忽略掉了 所以那其实是笨方法 有一次男老师也批评 男老师说 说你们拿笔记 拿电脑记东西的人 你们都是笨 都是笨 笨家伙 是很笨的人 为什么呀 你那样记 记完了之后 你也不一定会回去翻过来看 同时呢 你在记的这个时候 记这个的时候 下面的事情你就忘记了 你就没有听 所以说确实 我们各位呀 咱们修学 一定要靠这个脑子 你这个脑子是最厉害的电脑 你真正能够背下来的东西 随时都能够掉得出来 为什么我给你们讲课的时候 随时各种经典的内容 我都能掉出来 那不是存在手机 不是存在电脑 不是存在笔记本里的 是存在这里面的 到时候就能掉出来 你存在电脑里面 我现在要突然说一句什么经典 我还得去百度再去搜 那需要时间 但是呢 你存在大脑里不需要时间 一秒钟两秒钟 甚至零点几秒钟 马上就能够掉得出来 那为什么呀 因为你 那是你存在的 存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的东西 什么东西能够存在阿赖耶识里面 经典的东西就能 你看咱们小的时候 你学这个语文书 里面有什么小鸭子的故事 什么小二黑的故事 你都记不住了 现在你还能记住吗 你记不住了 但是你小时候背的唐诗颂词 你背的那些经典内容 你到多少年以后 你现在一想起来 你还能 你现在只要一想 你还能出来 我说白日一山尽 你马上就知道下一句 为什么 是经典 这些是经典的内容 这种经典的内容 是符合人性的 是符合我们本性当中 圆满智慧的东西 所以你一旦背下来 你永远不会忘记 所以真正讲的 你好比说金刚经理的东西 所以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应作如世观 你这个东西背下来 你永远都不会忘 你真的能够 能够 你看他们 咱们背这个大背咒的 你真正背下来 你永远不会再忘了 因为大背咒这个东西 这种咒语是宇宙当中 符合于我们本性的 他们有外国科学家 去研究了 外国科学家一研究 说什么呀 说他们中国传统文化 当中的这些东西 一念 一送起来 这个大脑波 脑波就呈现出什么 阿尔法 β波 进入一种 很安 很安宁 很宁静的状态当中 你好比说 你要背那个 你真 你真要背那个 诸子芝加格言 一背下来 背下来以后 你忘不了 黎明吉起 撒少停除 要那位整洁 急昏便夕 棍锁门户 你这些东西 你就背下来了 你永远不会忘 心经也是一样 先说几个 应该背下来 心经大悲众 你是最起码 你得背下来 心经大悲众 你是最起码要背下来的 对不对 观自在菩萨 行神 波罗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舍利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得张嘴就得来 这些东西不用想 你为什么呀 这个东西 你作为佛教徒来讲 是要刻在你骨子里面的东西的 所以我就给大家讲 讲到这个师道这里 跟大家讲的 就是中国古代的师父 师父带徒弟 怎么样啊 你先去背下 谁给你讲啊 你以为老师一天没事闲的呀 你先去把这些东西经典的内容 需要背的先都给背下来 然后再考虑 考察你 看看你能不能给你讲 讲了你能不能听明白 现在我们说到寺院去拜个师父 跪地磕个头给个红包 这就算拜完了 这就算有师父了 去出家就出家了 以前可没有这样 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是相互要考察呀 日夜朝夕相处要待三年 好比说你想任我当老师 我想 那么怎么样啊 你先在这住着吧 先待着吧 先给老师干活吧 上早店上晚店 先背吧 考察你三年 看你确实能够呆住 能够是真心想学习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企图的 你也考察考察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的德行 这个老师的水准 值不值得你学习 你看现在的人 尤其是很多人跑到这个寺院里面去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有的人到这个寺院里面也好 接触这些人呢 他的目的并不单纯 他们有很多目的 你短期内看不出来 你非得跟他多打交道了之后 你才能知道 像我一看刚开始出来讲课 我一开始出来讲课 那来的人很多 来见我的人 想跟我认识的人 或者想跟我沟通的人特别多 我也有的时候很单纯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需要用人 那你想做 那你来做吧 这个事 那你来做吧 实际都不熟悉 最后怎么样 他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那件事情做得就不行 或者他有一些自己私人的想法 自己有一些个人的贪欲 或者自己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等等等等 那最后有可能 造成的结果就反而是不好的结果 所以现在你看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 突然谁谁谁认识一个人 跟我讲 于老师 我这边认识一个人 这个人特别有钱 我觉得他可以帮助你 做什么什么事情 我说得不用 我不缺钱花 我用不着 再说了 我们认识一下可以 别动不动 就说了 把这人带过来 说能够干点啥事 没那么快 我们得先认识认识 先认识认识可以 跟谁都可以认识 我们可以 全世界的朋友 我们都可以认识 但不是谁都可以 什么想一起做什么事 我又不是个做生意的 对不对 我们喝茶聊天都可以 你有钱也可以 没钱也可以 我们什么人都可以坐在一起 喝茶品茶论道都可以 但是可不是说 谁认识了一个人 就可以跟鱼雷合作点什么 马上就要做什么生意了 就要做什么事情了 可能没有这个需求 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你要真说了 你是真心的想要学佛法 你真心的想咱们沟通 你是真心想学习 咱们在一起 你学习 我看你是真心精进 你也是真心的 愿意跟我学习 三年了 五年了 八年了 然后你说老师 我们做一个什么事 那当然可以 因为咱们 咱们可以 有了一个信任的 彼此这么一个了解的基础 你说刚认识三天 那我还怕你把我给毁了呢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真实的目的 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古代的这个 我觉得古代的这个东西很好 说你 你想任我当老师 你想将来出去说 说我是谁 我跟谁谁谁学习过 我觉得男老师 男老师很好 很厉害 男老师 你看他经常说 我一生没有收过学生 我知道你打 你打着我的旗号出去干嘛 我觉得男老师特别智慧 所以我一般 我跟大家说 我从师南怀金老师 是我把男老师当老师 我把他当成老师 因为我跟他 我听他的课 我认为男老师是我的老师 但是男老师不一定承认 我是他的学生 因为男老师自己都说过 我一生没有收过什么学生 我认为没有人有资格 作为我的学生 我觉得男老师特别有智慧 为什么呀 他年纪那么大了 他年纪都那么大了 他哪有时间去 他还去用上几年 十年的时间 去了解一个人吗 他不够了解一个人的时候 他怎么能轻易的对外宣传 说这个人确定是我的学生 是我的弟子 谁知道这个人 他有自己什么欲望 有自己什么想法 我觉得男老师 这是一种大智慧 在这一讲讲多了 九点半了 是吧 最后还有 还有这个 以大庄严具足重刑 那什么大庄严呢 四十八大院是他的大庄严 是法藏菩萨的大庄严 他能够发出这样的大院 这四十八大院是具足大庄严之愿 具足重刑 以他的菩萨之行来满足大院 令诸众生功德成就 那他要具足了这样的功德 这功德是极大的 成就了这样的净土 这功德他都不要 他要干嘛呀 他要回向给所有众生 这成就了 这无上净土的这样的功德 他都不要 把他无量节修行的功德 都给众生了 有人说了 他这么大的功德都给我们了 那我们怎么接受 我们没收到啊 怎么没收到啊 法藏菩萨 把他所有的这大功德 都凝聚在了 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里面 给到我们了 我们已经收到了 法藏菩萨 法藏比丘 他以他的无量节的修行 成就了净土 那这功德 法界第一 这功德无量无边 然后怎么样 他回向 他这功德 这么大的功德 都回向给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功德成就 他把这个功德 凝聚在了六字佛号当中 通过着阿弥陀佛的鸿名传达给众生 你念他的名字 就感受到他的功德 就能够往生到西方净土了 所以阿弥陀佛一切无条件 把自己的功德 加持 恩赐给众生 毫无条件 让众生都能够借助他的菩萨行 借助他的福德智慧 得到同样的功德圆满成就 圆成佛果 令所有众生功德成就 我们今天的政客部分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互动答疑的时间 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对我们刚才讲的内容 还有一些疑惑 或者是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烦恼 问题都可以问起来 我们今天的